今天我要做出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关乎到我的生命健康与未来 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拯救自己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志祺的Vlog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洋仔 那么我现在手上是他们给我寄的 不同种类的医用口罩 医用外壳口罩 然后还有一些防护的N95口罩 我在英国自己也购买了一些这里的口罩 也是医用的 所以我要拿出一部分来援助到 这边居住的外国友人 那么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是谢祺 给你帮个防护 你帮个防护的情况下 如果你去超市 那现在已经很危险了 OK 所以就越来越来越大 截至到26号晚上 英国累计确诊11658例 共有578名患者死亡 而随着确诊人数的破万和英国首相王子的确诊 我们很难想象外国人包括英国人 他们还在把戴口罩的行为视作 得了重病和危症才会去做 甚至在英国的某些地方还出现 中国留学生戴口罩被当地居民殴打的现象 这种歧视不仅仅在新闻上出现 我自己也曾经在街道上亲身体会到 有人抄我喊Chinese virus 这样歧视性的字眼 因此至少我认为如果想要在这里留守下去 就必须从身边改变国际学生的认知开始 通过对他们分配口罩资源并且积极引导 这样的方式让他们认识到此次疫情的严重性 Thank you So how many times can you use these? It will last 6 hours So I can use it for 2 hours Take it off, bring it back home 2 hours another day I can put them inside here But when I throw it away when I'm finished I can just throw it in the back Just remember to use it when you are outside When I'm outside Just feel it with my soul So I can't do this place I'm looking for a familiar face And that's When I So you Cause you don't know me And I don't know you But it breaks my heart You're looking so blue I just picked your name on the coffee cup I just picked your name on the coffee cup But it's talk of luck The guy just messed up and gave you You cut You're looking for fun Now I'm in the outside Tesco Datxco And now I'm wearing a seat And the staff Fail And now the staff Go ahead 现在就过了5分钟才会放一个人进去 除了一定要购买生活中的必需品和食物 你才能进来 然后最近英国政府也说 就是你要离另一个人 就是10米远 这薯片 现在这些面包这些食物 都用这种塑料袋装起来了 因为他们实在是不敢把这些 散装的这种食物放在外面 刚刚购物回来 因为我超过了一定的金额 所以需要签字 然后他把那清单拿过来 然后让我示意我占到5米之外 我觉得他这个细微的行为 让我看到英国人确实在努力 他们在尽可能的执行政府 扳下来的政策 这点起码看上来 英国人已经开始反应 正常反应 并且知道这个疾病的严重性 这让我唯一是感到稍微稍显欣慰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街上的人还是没有戴口罩 最近呢不得不佩服祖国的强大 他们通过英国大使馆 给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发放健康包 然后我也想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自己的情况 我还是非常健康和OK的 同时呢我在家里做好自我隔离 也希望能督促到其他的小伙伴 然后也希望你们能够健康